各位好,我是建築義工阿軒,今天和大家介紹建築義工隊和Social Careers合辦的網絡師阿sir計劃 我們是一班義工非宗教、非政治、非牟利、非常友善、無組織的組織 我們第一項服務就是優化家居 之後我們就做二手家師電器轉秤服務 直至2020年12月31日其實我們已經運送了9900件的家師電器 免費地運送到由社工轉介的弱勢家庭手中 這些就是我們在2020年6月份運送了的家師電器的三分之一 另外我們也和足引義工隊一起合辦了滅失行動 另外我們有移載司機計劃 另外在疫症期間我們總共收集了超過40萬個口罩 經社工再轉嫁給弱勢社群 另外我們也將一部份的資金 給了50間社福機構 方便他們去做一些相關抗疫工作 另外我們也動員超過1000個義工做了糖樓初手液計劃 是幫了1900多棟糖樓安裝初手液計劃 鋪滿了香港九龍新界的一些糖樓 像昨天一樣 就是我們的義工去不同的茶餐廳 去refill相關的一些初手液 讓那些居民可以自己去refill 其中一個義工隊在2020年多了很多新項目 最主要是透過社工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去增加我們的服務 就像這個服務一樣 就是白矮的行動 就是因為有社工告訴我們 有些領袖有需要 所以我們就學了怎樣去清白矮 然後就自己拉大隊去行動 另外我們也有大隻佬義工去幫忙做一些搬運的工作 另外就有這個小朋友劏房計劃 就是方便他們改善他們的生活空間 如果大家導師在接觸小朋友的時候 發覺他們家裡可能有需要一些 增加他們空間的做法的話 可以通知我們去處理 另外我們有墮鼠行動 這個是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媽媽 減低他們的壓力 就是找一些又是有特殊需要的媽媽 暫時托管著小朋友 讓媽媽可以有些少許休息的機會 另外我們有一些清潔的服務 給一些長者 另外最近我們多了一個叫做點心子計劃 那開始說我們網絡MISS亞SIR計劃的時候 我首先有一張選了一個照片給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老師很開心地帶著小朋友一起很開心的學習 這個計劃的目的就是透過義務的老師 網上教學有需要的學生 重點就是一對一的教學 鼓勵學生學習的樂趣 以及以後參加義工的工作 我們分由中英素 小一至中六 義務的老師自行決定 教哪一科和什麼年紀的學生 透過社工轉介有需要的學生 透過老師的分享和一些外援的專家 就把教材逐步提升 以及透過社工轉介有需要的學生 由社工聯繫學生和家長 關於他的進度 而老師我們期望他可以每一次幫忙 都會有一個三個月的階段 值得留意的我們希望的東西 第一當然就是正向教育 第二就是我們預留了一些小禮物 給老師可以鼓勵的小朋友 在工作的時候有些鼓勵 另外亦都希望課堂之後 小朋友有些自我溫習的機遇 但不是做功課 另外亦都希望老師 互相之間分享教材和方法 另外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溝通 值得一提就是家長的期望 待會我們再討論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 有些人捐了出來 身身正正的一些新的禮物 方便我們的老師 可以鼓勵小朋友去做好一點 另外建築擁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就是Lazy Sky will find the easiest way to go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有很多網上的教學材料 其實可能是很適合小朋友 在他不是跟你補習的時候 他們自己去學習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 其實有一些很簡單的影片 裡面有一些英文的一些 subtitle 一些故事可能適合某些年紀 某一個學級的小朋友 去增加他們的閱讀 和listening的一些機遇 另外有一些 再簡單一點的一些句子 可能對於小朋友來說 可以多聽就可以多用 值得一提 我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其中我兒子很不喜歡看書 所以我帶了他去看以下這個 就是一些叫做audiobook 裡面主要是一些文字 有人讀出來的 我兒子可以不看書 但是坐在那裡聽兩、三個小時 一聽就聽了整本書出來 譬如說我喜歡的作者 John Christian 我兒子其實都看不少了 透過這個方法 也想說說 現在我們第一個月的程序 首先就是我們的社工 就著大家填寫了的 一些教育的小朋友的年紀 和科目 就會配對相關的學生給你們 然後就會由社工聯絡你們 就是夾一些時間 再由社工再聯絡家長 再夾時間 約定好時間之後 就會開始第一次見面了 第一次的Zoom 其實社工都會在 頭過十分鐘左右 希望可以互相介紹 之後就由老師去開始教學 在這個Pilot Scheme 一開始的第一個月 我們有個建議 就是每一個老師 可能每一次 完結了個班之後 都寫一些小小的一些 summary 關於小朋友的一些 學習的進度 之類的東西 讓我們的社工 可以 feedback 給家長 另外我們長遠來說 我們都希望 老師和家長 會有一些互動 這就是當社工認為 是ok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 當大家遇到任何問題 就隨時找我們 也希望老師之間 可以在開始 kickstart這個計劃之後 兩個星期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分享會 我們這個義務組織 裡面 在建築義工隊 暫時有幾個義工 在幫忙 包括我們的義務總幹事 Alice 我們正牌的中學校長 Ray 另外 Bonnie Oscar 正方 Carmen Sophia 和我阿軒 如果有任何人 有關於這個計劃的詳情 其實他們都可以 Whatsapp 給Jan 而Social Career方面 我們多謝 Anthony 和Christy 在幫忙 至於家長期望方面 其實都非常難度高 又要兼顧學業 功課 明天物書 然後又要作文 很多事情我們要考慮 但我們又要想 小朋友多點時間去看書 這些可能怎樣去拿列 其實可能需要 導師 和小朋友之間互相去了解 看看學生自己的進度 和如何啟發他自己去學習 一點都不容易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 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 這個網絡Missi Asher計劃 其實是一些 和電腦IT有關的東西 蘇蘇其有為會幫忙 另外是一些 儀器 如果小朋友 有一些電腦的需要 或者一些網絡方面的需要 我們建築義工隊會幫忙 另外一些Quality Control的東西 就靠你們 另外有一些任何的洗費 其實我們都很感謝 蕭英清基金贊助 每一個大膽新的服務 一開始要找不到的理由 有很多很多 要找到的原因只得一個 就是群策群力 互相配合 謹慎行事 盡力而為 多謝各位